首先呢我爬的是王者荣耀这个平台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输入 比如说进入到当前这个站点 王者荣耀 首先呢在我这里啊 搜索结果的第几个 这好像是第二个吧 在我这里呢搜索结果的第二个 是他的一个官方网页 是不是 首先我们可以点进去啊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 这是他的官方网页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往下面去翻有很多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有像那个赛事中心 对吧 内容中心 其中呢包括很多的一些作者 一些主播 他都会上传 关于自己的一些精彩剪辑的一些视频 是不是 所以说呢有需要这些数据的话呢 你可以在我们网上 多浏览一些网站 对吧 其实啊我们做爬送的话 其实有一句话 我觉得概括的特别好 叫做可见即可爬 也就是说这些数据 你能够看到 对吧 能够用路眼看到 能够在我们的库端当中 看到这些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爬虫程序 把它给获取下来 然后呢 我需要的是关于获取到我们每一个英雄 他对应的皮肤数据 一张图片 对吧 在这里呢 我可以点击到这个资料 资料当中呢 有关于英雄资料 英雄资料 点击 点进去你就会发现 当前这一些英雄是目前为止啊 所有王子文药里面能够出现的所有英雄 其实呢到现在已经出了大概101个吧 我没仔细数啊 我数一下吧 12345678910 一共10行 一行呢 有10个英雄 对应的单了一个 对吧 一共101个英雄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我找到这个站点啊 找到这个站点之后呢 首先我把这个URL地址 我发在公屏上 发在公屏上 然后呢 往下面去 接下来就要去分析 分析什么呢 因为我想要的是图片 对不对 首先我随便选择一个英雄 好吧 比如说选择一张 比较性感的一点的英雄吧 一个女英雄 这个上官婉儿怎么样 长娥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 这个还可以 对吧 好 我就以这个英雄为例子吧 当前他有这几个皮肤 这有三个皮肤 对不对 比如说呢 这里有一个鹿花倒影 韩月公主 以及如梦令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 首先咱们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 这些皮肤 它对应的URL地址是怎么来的 咱们可以右键 点击到检查 然后呢 通过展开它的一个标签 标签里面呢 我在此选择一下吧 选中这里 右键 点击检查 这里呢 这里呢 有一个amage标签 对吧 amage标签里面呢 有一个src的一个属性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啊 这个属性就代表 当前这一个英雄 他的皮肤 对应的一个URL地址 其实呢 这个URL地址 我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 直接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粘贴 粘贴完了之后呢 这个图片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图片 它就是一个缩略图 对吧 其实作为一个老司机 那个缩略图肯定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去找一下 它有没有大图片 像这里的话呢 上面有一个src属性 对吧 下面呢 有一个data-imgnet 这么一个属性 它对应的一个也是关于一个链接地址 在这里呢 我同样的可以把它给复制一下 然后呢 粘贴到我的代码当中去 点击确定 这就是一张大图片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啊 就是要把所有英雄 对应的所有皮肤 这么一张大图片 把它通通的给它抓取下来 那么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要分析 分析什么呢 当现在这个URL地址当中 这么一长串 是不是 我首先把这一个URL地址 算了 我就直接放在这里吧 然后呢 我选择下一个 下一张图片 下一张图片同样的选中 它关于大图片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呢 我点击展开 展开输入一个新的URL地址之后呢 这个图片又发生了一个变换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 这两个URL地址它是怎么构成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啊 非常重要的一步要做一个分析 好 我把这两个URL地址 我把它放到这里 好 放到这里之后呢 你就可以对比一下 当前上面和下面两个URL地址 它有没有一些变化呀 那么这些变化呢 我们可以从睿眼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你像前面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 一直到这里为止 它URL地址都没有发生改变 是不是 它改变在说的话 就是后面这一个数字 由2变成了3 或者说由3变成了一个2 对不对 那么根据这么一个规律 它肯定是有1的 对不对 像当前这个嫦娥的吧 它是嫦娥嘛 像嫦娥这个英雄 它有三个皮肤 是不是 在我们皮肤力表当中 它有三个 也就是说呢 这个数字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改为1啊 对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改为1 改为1之后 它又发生了一个页面跳转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 咱们就可以分析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URL地址 它变化是有规律的 对 至于说前面 这是我分析的第一个英雄 那么接下来我分析一下 咱们第二个英雄 好吧 这里呢 我再次选择到另外一个英雄 另外一个英雄 比如说 呃 女英雄啊 女英雄选择哪一个呢 中午夜 那王 好像是叫王大锤吧 啊 那就他吧 啊 王大锤 这个 有点不要看 啊 好 我选择到这个王大锤之后呢 我再次查看到它元素面板里面的这一个URL地址 然后呢 我再次复制这个地址 打开一个新的楼然气窗口 点击决定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分析这两个英雄 他有没有一些URL地址变化 像第一个英雄 他是嫦娥 上面英雄是嫦娥的URL地址 下面的英雄呢 是呃 王大锤的一个URL地址 是不是 那么在这里呢 就可以发现 还是有变换的 至于说到这里 他整个URL地址没有发生变换 对不对 往后面去走 哎 这个数字又发生了变换 其实啊 这个数字其实就代表英雄的一个ID值 啊 每一个英雄呢 他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唯一ID 在当前这个站点下面 对吧 那么这个ID我们是不是也要获取 包括呢 我们也要知道 当前这个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是不是 是不是 通过我们分析 我们要分析出什么 哪些参数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是什么 英雄的这个ID值 以及呢 当前英雄一共有多少个皮肤 对不对 这两个数字我们是一定要知道的 啊 以及呢 在最后保存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指定英雄的名字 加皮肤图片的名字 然后进行一个保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任务 啊 这个任务呢 是我们通过分析得出来的 嘛 呃 把路啊路的网站 是不是和爬去王子荣耀一样的 啊 他是不一样的 啊 如果说是一样的 那么 当前这个网站 其实就基本上被爬崩了 像路啊路的话 我之前也爬过 他里面绕了一个弯 关于英雄的ID值的话呢 他是根据他的一个静态网页去获取到他的ID值 其实呢 思路上是差不多 只不过呢 你要去寻找 寻找一些数据包 啊 寻找数据包 嗯 PYQP5是做什么用的 你自己去摆度一下好吗 你自己去摆度一下 这个也不是咱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主题 啊 简单跟你说一下呢 他就是做一个窗体程序 做一个窗体程序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通过分析 得到了他的一个URL地址变换的规则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一下 有没有一个数据包 能够包含英雄的这么一个ID值 能够包含当前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是不是 那么在这里啊 首先 我点到这个英雄列表页面 其实在这个列表页面下面 就有关于这些英雄的所有数据 对吧 只不过呢 这些数据你只能看到什么 只能看到关于英雄的名字以及图片 对吧 以及他的一个梭略图 一个头像 那么首先啊 咱们可以通过右键 点击到检查 然后呢 定位到network 这个network 它是一个数据抓包工具 也就是说 当前这个页面的所有数据包 我想要把它抓到 并且来说 我要去找 找有没有数据包 对有里面我想要的一些数据 在这里呢 我可以刷新当前页面 刷新完当前页面之后呢 在这里啊 你就可以发现 哎 这里就有很多的一些数据 对吧 这些数据来说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去一个一个去找 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以及后面呢 这里有关于图片数据 这些图片呢 其实就是英雄 每一个英雄的一个头像的一个数据图 对吧 那么这些数据图的往后面去翻啊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数据 那么我们一般啊 在找数据的时候 往往就要通过数据的一个过滤器 在我们network这个数据装包工具下面 就有一些数据的过滤器 这里呢 有关于过滤一些 请一些接口数据的 像XHR 它是一个 XML HTTP 一个缩写 它主要是过滤一些接口数据 像一些JSON 像XML 等等 像AJAX请求的一些 一步加载的数据 通通的在这里 它都会把这些数据包归纳 以及后面呢 有关于JS数据 CSS数据 像图片数据 音频视频数据 字体文件数据 以及文档数据 还有web socket数据 等等 每一个数据呢 它其实都有关于数据的一个分类 那么具体来说啊 首先我们如果说要找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HXHR 一般啊 我们都是在这个里面去找 有没有你想要的接口数据 XHR里面没有的话呢 你再去在这个 这个全部数据包 这个标签里面去找 对吧 然后往下面去翻呢 当前我可以点击到 第一个数据包 第一个数据包呢 然后把它定位到 这个preview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啊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当前这个数据包里面 对应的数据是什么 当前这里的话 它是没有一些 我想要的数据 在这里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什么呢 就是一个Json字符串的数据 但是呢 这些数据里面 并没有我想要的 所有英雄的数据 对不对 然后呢 往下去点击到第二个数据包 第二个数据包当中呢 首先啊 我可以通过把这些数据展开 这个展开之后啊 我就发现 这里的话呢 一共零 零到多少 这是零到九十九 以及呢 一百 一百的话呢 零到九十九 一共有多少个 是不是 一共有一百条数据 那么后面这个一百 其实它是一百零一条数据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整个的一个数据包呢 就是从零到一百 一共呢 一百零一条数据 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数目 其实能够跟我们的这个英雄数量能够对应上 我们英雄也是一百零一个英雄 只不过你在这里看到的 它是一个乱码 对不对 它其实上市一个乱码 那么这个乱码当中呢 首先我不管这个乱码 因为呢 这个英雄数目能够对应上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的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首先呢 定位到这个headless标签 headless标签下面呢 有一个request headless 这个标签呢 主要是关于什么 关于当前这个数据包的请求 那么首先我可以把这个url地址 把它给复制一下 然后呢 直接开始鲁代码 那么关于鲁代码 首先我可以去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里呢 我首先构建一个url平量 等于一个字符串 粘贴你刚刚复制的一串url地址 那么有了这个url地址之后呢 我就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我的一个工具 去发送网络请求 也就是说 用代码去发送当前这一个数据的请求 这是第一个传说 第二个传说呢 我加上一些请求头吧 headless 那么这个headless呢 需要啊 需要做什么呢 去添加一些请求头字段 那么这一些请求头字段呢 其实啊 它是做一个伪装 像我们如果说你做一个扒充程序的话 如果说你整个程序不做任何的伪装 那么服务器以及后台的管理人员 他如果说查看他的日子 或者说呢 服务器设置了一些反扒机制 他很有可能不给你出去 如果没有伪装手段 伪装 可能 服务器 服务器 可能 不给你出去 也就是说 现在我想要用我的代码 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那么在这里 首先我是不是要尝试的 把我整个代码给伪装一下 把它伪装成什么呢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在这里的话呢 其实数据包下面呢 有一个关于request headless 那么这个requesthead下面呢 有关于很多浏览器发送请求时候呢 他会携带上的一些请求字段 关于我们这个案例呢 仅仅需要使用到一个字段 就是user agent 那么这个字段呢 首先我把它给复制下来 然后直接粘贴到我的代码当中 因为呢 我构建的是一个字典 字典左边呢 是他的键 右边是他的一个值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呢 我就把这个user agent的那么一个字段 给他 已经把它给 他的一个建设队把它给复制好了 然后呢 我在发送网络请求的时候 我会带上 携带上这个user agent 这个user agent的 实际上它是浏览器身份的标识 你带上这个字段之后 可以帮助你把整个代码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这是我通过前面去分析 从而得到的两个什么 两个参数以及两个变量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两个变量 那么这两个变量后面我是需要用到的 那么用的方式呢 在这里啊 有了我 有了url地址 我是不是要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网络请求的话呢 在这里啊 我通过imple 导入一个request模块 这是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能够帮助我们使用代码去请求网络数据 同时呢 这个模块也是属于第三方模块 也就是说这个模块需要我们自己去安装 那么安装方法的话呢 同学们你可以点击到我们 picham代码编辑信息下面 有一个terminal terminal呢 是他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终端工具 就类似于我们windows系统当中的一个cmd终端 就类似于cmd终端 然后呢 你在这里啊 通过app install 安装一下request 通过这一行命令 就可以安装这个request第三方模块 只不过我在这里已经提醒安装好了 所以说他就会在这里显示 requirement already satisfied 并且来说你安装的一些路径 他都有显示 是吧 只不过呢 你使用这一行命令 安装这个第三方模块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什么前提呢 前提是你的person的解释器环境 配置没问题 你需要把你的解释器 配置到你的系统环境变量 如果说你没有配置的话呢 那么他就会显示 app不是当前系统的一个命令 如果说同学们 关于环境配置 包括我们模块的安装 有不同的同学啊 我推荐你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能够帮助你 解决你的所有环境安装 以及模块安装的问题 左上角是咱们助理老师的微信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码添加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导入了这个模块 那么我可以使用到repress的这个模块 点的方式 发送一个get请求 这个get请求呢 在我们计算机语言当中 它表示请求的一个意思 同时呢 它也表示一种请求方式 那么这种请求方式呢 在这里啊 它不是我自己写的 是通过我们这个代码 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url地址 它指定的就是get请求 所以说我们代码也需要使用get方法 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请求什么呢 请求当前这个url地址 以及我在请求的时候 要携带上这个请求投一个参数 那么首先 我用一个url变量 等于url heads 等于一个heads 就是我通过关键字去传拆 传拆完成之后呢 当前我在这里 用一个response变量 用这个变量呢 我把它给复制一下 也就是说 我已经把这个请求 用这个response变量给接收了 对吧 接收完成之后呢 同学们你可以通过pring函数 我去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变量 右键点击运行 运行出来之后呢 它给我们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response的一个名字 一个英文字母 对不对 最外面呢 它是一个兼顾号 这个兼顾号呢 其实在我们Python语言当中 它表示一个对象 但是很明显 我们要的是不是不是对象啊 我们要的是对象里面的数据 并且来说 后面还有它的一个状态嘛 对不对 只加UA就可以吗 要不要加其他的 你可以加其他的啊 你加其他的都没关系 只不过呢 这个user agent 它是最常见的反伐字段 如果说你加上它都没有用 那么你可以考虑加一些其他的字段 比如说refer orange host 以及我们的这个cookie字段等等 200是表示请求成功了 200是表示请求成功啊 像300左右的状态码表示重定项 400左右的状态码表示你请求的URL地址是错误的 500左右的状态码表示服务器错误 但是很明显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对象 是不是 我们要的是这个对象里面的数据 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呢 其实它是一个阶层数据啊 在这里你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点击到它的preview preview当中呢 是关于这种阶层数据的一些格式化啊 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之后的这些数据啊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折叠和以及展开 那如果说你不想看格式化之后的数据呢 你可以点击到response 这个response这里面的数据啊 其实它就是当前你请求这个数据包啊 请求这个URL地址 它里面的一些原数据 它并没有经过一些所有的一些格式化的一些训练 用的协议头特别多 怎么快速整理啊 用正者表达式啊 你可以用正者表达式加一些请求头 比如说加一些双引号啊 你可以把这里全部给复制啊 你把这里全部给复制复制完了之后呢 你就使用到一些正者表达式的方法 把这些所有的请求头把它添加一些双引号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面所有字段呢都是关于我们字典当中的一些建制队 对啊 飞鱼我看着你很熟悉你是不是咱们的VIP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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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呢 嗯 难怪 其实呢 这个是咱们的VIP课程当中在讲正者表达式的时候 所以其中的一个案例吧 啊 可以使用到正者表达式去添加一些请求头的一些双引号 对 这里也不是给大家演示了吧 因为呢 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Response这里面的一些原数据 它就是阶层数据 其实呢 如果说你在互联网当中 如果说你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数据结构 比如说它最外层它是一个字典 对吧 字典里面呢 可能嵌套很多字段 啊 现在很多字段 以及呢 这些字段与字段之间 它是逗号进行隔开的 如果说你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方式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啊 它就是一种阶层数据格式 同时呢 这个字典你可以把它 或者说理解为一个什么 一个列表 它最外层一个列表 一个字典都没关系 只要它里面的一个数据结构 是类似于这样的数据结构 你就可以判定它就是一种阶层数据 像阶层数据来说的话呢 它是目前啊 各大平台用的一个主要数据传递的一种格式 很多平台现在都使用阶层 作为数据传递格式 因为它结构比较清晰 层次结构 以及它响应的一个速度 请求的一个数字 以及渲染的速度 它都比较快 所以说现在目前啊 还是有很多的 大部分一些平台都使用 阶层数据 作为数据传递的一个桥梁 那么既然说是阶层数据 那么在这里对应的 我可以使用到一个阶层方法 点上一个阶层方法 把这里面的数据把它给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呢 在这里我用一个阶层 让一个data 我用这个变量啊 把它给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呢 我通过Print函数 我去打印一下这个节省 data 右键 点击运行 打印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哎 这里是不是就没有乱码了 但是这个打印 可能你们也看得不太清楚 在这里的话呢 我首先导入另外一个模块 好 我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Print模块 Print模块呢 它是一个格式化输出模块 PPrint 点上一个PPrint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把这种节省数据啊 它进行一个格式化整理 就类似于我们看到这个preview这个标签 就整理成差不多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去打印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它整理出来是不是有换行 每一个字段都有换行 对不对 好 现在啊 我刚刚是不是我不知道 这里面的数据 是所有英雄的数据 那么现在你获取到数据之后 你看到这个数据的文字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里面的数据 就是每一个英雄数据 最外层 它是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里面的元素呢 它是一个一个的字典 其实一个字典就代表一个英雄数据 像这个英雄 它是连波 对吧 这里呢 有关于ename 其实啊 这个ename 你通过分析 比如说啊 我把这个ename 复制 然后呢 打开当前这个 把它的一个英雄的ID值 把它给替换一下 把它替换成105 以及后面的话呢 我把这个改成第一张图片 点击确定 它就跳转到了我们另外一个英雄 这是不是就是连波 也就是说啊 当前这个字段当中 ename 是英雄的ID值 后面呢 还有一个screen 这个字段呢 其实就代表 当前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皮肤与皮肤之间用一个束线 进行一个分割 对不对 也就是说啊 当前这里面的数据 其实有我们想要的所有数据 比如说当前英雄的名字 对吧 英雄的ID值 往后面呢 还有一个screen name 所以说其他的就可能涉及到他的一些分类 比如说英雄 每一个英雄是不是都有关于英雄的定位 比如说有战士 有法师 对吧 有射手 等等啊 感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去挖掘一下 具体来说这个herotype newtype 以及paytype 这里面的字段 每一个字段表示什么意思 那么现在啊 我已经获取到了这里面的数据 对不对 获取到数据之后呢 接下来啊 我要把这个数据进行解写 帮我们把这些我需要的数据字段 把它给解析出来 在这里啊 解析数据 那么解析数据的话呢 因为他在外面 他是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里面的元素呢 他是一个一个的字典 那么在这里 我是不是可以使用到一个负循环 负什么呢 负一个data in一个 接生对象 把里面的元素 把它给便利出来 好吧 我通过不认的函数 我去打印什么一个data 上面的话就不打印了吧 邮件点击运行 运行完成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其实就是我刚刚打印出来列表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我要把我想要的字段把它给提取出来 比如说呢 我想要这个ename 是吧 我想要这个ename 就是英雄的名字 那么首先我提取一下英雄的名字 好吧 啊 在这里的话 因为他是一个字典 字典的话 我可以根据字典的建制队去取值 比如说 我首先取到这个c name 这个呢 表示英雄的名字 英雄的名字 英雄名字的话 我同样用一个c name去把它给复制一下吧 啊 以及呢 后面来说的话呢 英雄的一个id值 一内 英雄的id 啊 好 有了这两个数据之后呢 接下来我还要去找一下 当前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对皮肤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sg name 啊 皮肤 啊 好 我或许到了英雄的皮肤 皮肤名字 啊 以及这里皮肤当中 你可以去看一下 皮肤 每一个皮肤的名字 他是用一个竖线 进行分割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 把这里面的数据取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么一个竖线 把它进行分割 因为我具体的要知道 每一个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啊 因为在我们url地址构建里面呢 当前这个联播啊 他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皮肤对吧 我可以把它修改成二 这是他第二个皮肤 以及呢 把它修改成三 啊 这是他第三个皮肤 最后呢 我可以把它修改成四 只要他有皮肤数量 这里面的url地址肯定是对的 好 我把它修改成四之后 我就会发现 他没有四张皮肤 没有四个皮肤 就意味着这里的话呢 我需要确定 每一个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对吧 他最多只有三个 我把它改为三吧 那么数量的话呢 我就可以根据这个sqln 把它分割出来 然后计算出当前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对吧 那么在这里啊 我使用到的一个 点上一个split的方法 这是一个分割的方法 可以指定字符串进行分割 它是一个竖线 对吧 我用这个竖线把它分割 分割完成之后呢 他会把竖线的左边 以及右边 以及有多个竖线 多个皮肤的图片名字的话呢 他都会进行分割 分割完成之后呢 他会把它转换成 或者说啊 给你返回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里面呢 其实就有关于当前 我可以计算出这个列表里面的长度 来确定当前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对不对 好 获取到了这些我想要的数据之后呢 咱们可以通过print 咱们可以去打印一下 首先我打印一下这个sqln 第二个一年以及第三个sqln 对吧 右键点击运行 右键点击运行 好运行后面有一个报错 这个报错我们待会来解决 好吧 好 继续往前面翻 往前面翻 你就会发现 前面的是我们已经提取到的关于英雄的一些数据 对吧 以及英雄的名字 英雄的ID值 以及当前英雄每一个对应的皮肤的名字 对吧 根据这个名字 根据这个列表 我可以计算出当前这个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对不对 然后呢 继续往后面去走 后面有一个报错 我们要去解决一下 那么关于这个报错呢 它是一个key error 报错的一个代码在15行 15行就意味着 当前有的英雄他没有skinline 这么一个字段 我看一下 他是解析到要 要后面的一个英雄 没有skinline 这么一个字段 首先我把这个注释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再次运行一下 好 往前面去翻 他是解析到要这个英雄之后 就发生了一个报错 好 这个就是解析到这个英雄 后面的一个英雄 发生了一个报错 后面的英雄就是马超 马超你往后面去看 他有没有skinline 这么一个字段 像前面 要这位英雄 有那么一个字段 后面西施 这位英雄也有这么一个字段 但是唯独马超就没有那么一个字段 对 其实呢 这个就是他这里面的数据啊 他没有 或者说可能忘记加上那么一个字段了 但是没关系 呃 这里一个英雄 无关大雅 对不对 这样说这里能够发生一些报错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到券 进行异常捕获 对吧 因为这里发生的报错 如果说他这里代码运行到这里 我用他意义上不货 对啊 except 然后呢 通过brand try accept 我as一个e吧 exception as一个e 把这个错误 把它用一个e 这么一个变量去负责 然后呢 我把这个错误给他打印出来 print一个e 啊 e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error吧 我换成一个error吧 rror or 我把这个error 这个出现的错误 他的提示给他打印出来 好吧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咱们可以通过右键点击运行 啊 你就会发现当前这个代码 他就没有报错了 呃 这一个报错 呃 也无关大雅吧 对吧 咱们把这个报错解决 后面的程序就没有发生报错了 对吧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就已经把这里面我想要的数据 把它给构建出来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根据这里面的一些数据 提取我们 或者说构建整个皮肤的一个url地址 对不对 嗯 request比selenium快 这个其实想都不用想啊 request它其实是就是一个工具 selenium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啊 一个打开浏览器的工具 因为它要打开浏览器 浏览器呢 它有一些耗时操作啊 肯定啊 肯定要慢速度 呃 加载css 就专圈好久啊 它不止加载css 呃 包括加载js 加载图片啊 包括加载一些其他的文件 它通通的全部会加载 但是呢 我们使用到这个request的模块啊 它是指定url去请求数据啊 它并不会加载其他的东西 啊 所以说他的数据肯定要比较快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我已经获取到了这些我想要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我是不是 首先 首先要做一个什么呢 当前在这个地方啊 我首先要构建 构建 一部数量的循环 当前呢 这里我是在这个负循环下面 我写了一个嵌套循环 好吧 在这里啊 我首先构建一个for for一个什么呢 for一个skin skin skin 一个number in一个什么呢 in一个range 让他在一个范围内去循环 关于我们这个范围构建皮肤数量的循环 每一个英雄 他的皮肤是不是 这个数字 他都是从一开始的 对不对 都是从一开始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 也要从一开始 那么他结束该怎么结束呢 哎 我们要根据我们或许到的这么一个skin name 我们可以计算出当前这个列表的长度 对吧 这个就表示skin name 对吧 好 我通过lan通法 计算出当前skin name 这个列表的长度 计算完成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加上一个一 因为呢 这个range 这个函数啊 它是左臂右开的区间 对吧 它能够包含到一 但是呢 它不能够包含到当前这个 你计算出来的一个长度 所以说我们后面加一 就可以取到这个长度了 好 循环构建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要分析 分析什么呢 分析整个的urld构成 那么首先啊 我把这个urld构成把它给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写一个注释吧 好 这是一个urld构对不对 它前面这些部分都是没有改变的啊 没有改变的 后面呢 我们要在这里 它这个英雄表示这个数字 这个urld构呢 它表示英雄的这个id构 对吧 那么这个id构 我们是不是要不断的去递换 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给它 比如说 还是复制一下 这个id构 id构的话呢 是前面是字符串啊 加 加上一个什么id值就是不是这个ename 是吧 加上一个ename 以及继续往后面走 啊 后面有一个那么一个斜杠 对吧 这个斜杠也需要我们用字符串的形式 把它给拼接出来 啊 这个斜杠一定要加 好 加上斜杠中的后面又有一个id值 后面是不是也要加上这个ename 这么一个id值 这里把它给删一下 好 加上这个id值之后呢 哎 往后面继续往后面走啊 后面呢 就多了一个big skin 这个big skin 同样的也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说呢 在这里你要加上一个双引号 把它去拼接一下 到这个地方 那么往后面走呢 往后面走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发现 当前这一个皮肤 皮肤的这个数字该怎么构建呢 这个数字的构建 我们是不是要根据什么 根据当前你循环的这个skin 因为呢 它是从一开始的 包括它也会计算出当前英雄有多少个皮肤 计算当前这个列表的长度 所以说啊 在这里我们要加上一个skin浪 这个数字用skin浪去代替 代替完了之后到后面 后面还有一个伪罪 这个伪罪也需要使用双引号 用字符上的形式 把它给拼接出来 拼接出来 好 这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思路 这个逻辑 把整个需要改变的 把它写了一个尾代码 对 后面呢 那你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 注意一个东西 注意什么东西呢 继续往后面去走啊 继续往后面去走啊 好 关于这个一面 以及这个bigskin啊 其实字符串的都没问题 但是涉及到一些数字 比如说这个一面 英雄的ID值 它是一个数字 对吧 以及往后面走的这个skin浪 这也是一个数字 那么在这里啊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所有UIL地址构成 它都是字符串的形式 所以说在这里 我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我需要把这里 所有关于这些数字 把它转换成字符串 那么在这里 我首先把它给复制一下 复制 粘贴到下面 然后呢 通过一个skin str把它强制 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这里的话复制一下吧 加上一个反括号 以及这个skin浪 加上一个反括号 啊 这样就没问题了 对吧 然后呢 我首先把这个UIL地址勾成出来之后呢 在这里啊 我就写一个变量 skin-url 然后呢 把最后这么一串 给复制下来 啊 复制下来 直接粘贴到我代码当中去啊 好 粘贴到代码当中去之后呢 就会发现当前这里有一个问题 呃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最外层 我是用的一个单引号 但是里面呢 关于字符串的拼接 我也是用的单引号 所以说呢 引号之间也要区分一下 这里呢 我首先把最外层改为一个算引号 啊 后面的最外层也改为一个呃 双引号 啊 也改为一个双引号 呃 不应该加在这里啊 加在前面 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 好 因为前面的这个URL地址 它是不变的 对吧 变换的只是后面的这么一个URL地址 对吧 啊 这就是我拼接出来的整个所有英雄 他对应的每一个皮肤的URL地址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可以使用通过Print函数 我去打印一下 好吧 通过Print 咱们可以去打印一下这个SKIMURL 右键点击运行 呃 像之前前面的打印 哎 这个没问题 好 这就是我构建出来的所有关于图片的一个URL地址构成 在这里啊 你可以随便点击 啊 随便点击他是不是都会发生页面的跳转 这是应该顺悟空吧 对吧 然后呢 我再次点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射手 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啊 然后继续往下面去走 啊 点击啊 这是好像这也是一个射手 呃 我看一下我点点一个我认识的英雄吧 点击啊 这个好像是女娃啊 女娃还是什么来着 我不记得了 这个好久没玩了 这哦 这是邓山我记得 这是邓山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啊 通过我们的代码 把整个所有英雄皮肤的URL地址 把它给构建出来了 对不对 构建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哎 有了这个URL地址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发送图片的请求 发送图片请求 呃 请求 那么发送图片请求同样的是借助到request 那么一个模块 对吧 点上一个get的方法 我去发送图片的请求啊 他的一个URL地址等于 schemeURL 在这里呢 为了表示尊敬 我还是加上他的head是请求头吧 啊 伪装一下 啊 伪装一下 同样的在这里你发送图片的请求 他同样的也是返回一个 response对象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他是请求的图片数据 像图片 视频 音频 他都是属于二进制数据 那么二进制数据呢 要使用到一个属性 点上一个content 这个属性呢 他就是从前面的响应对象里面 提取出二进制数据 啊 提取出二进制数据 好 提出来之后呢 在这里啊 我用一个什么呢 我用一个skim skim 一个data吧 用这个边缆接收一下 对吧 接收完成之后呢 把一些其他不要的注释 我把它通通的给他 注释一下 把一些不要的打印 把它通通注意注释一下 然后呢 我就最后 我请求到了这些数据 对吧 我这就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 啊 数据的保存 华会印证码可以用request过码 华会印证码不可以用request过啊 因为request他 他并没有一个鼠标的 或者说没有一个动作链 没有一个动作链 啊 除非是请求和响应类型的验证码 啊 这个呢 之前啊 在我们 vp 课程当中 会也教一个案例 因为有的滑快验证啊 它是根据请求和响应去实现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我 啊 除非是请求和响应类型的验证码 可以使用到request去过掉 其他的都不可以啊 呃 关于滑快的话呢 也可以对接大码平台 也可以是通过我们这个 Selenium去滑动滑快 因为那个request这个模块 他并没有滑动的功能 他并没有这个动作链的功能 啊 啊 这是我请求到的一个图片 啊 vp 课程有交验证码的破解 这个是有交的 啊 关于图片验证 对吧 滑动验证 啊 已经呢 呃 咱们可以对接大码平台等等 都会去交啊 都会去交 好 现在是说的话呢 我通过request open 我去保存图片 啊 保存图片 那么在这里啊 在当前这个项目下 我新建一个空白的文件夹 是吧 在这里呢 我新建一个amage文件夹 那么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现在是空的 我会把所有图片数据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去 可不可以 啊 首先呢 我指定当前这个amage文件夹 加上两个斜杠 啊 表示我要把所有文件存储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去 对吧 那么后面呢 后面呢 我要使用一个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呢 我用cnam 这个cnam其实就表示当前英雄的名字 加上什么呢 加上当前的一个加上一个符号吧 加上一个杠 英雄的名字 加上一个杠 然后呢 加上我们图片的一个呃 皮肤的一个名字 皮肤名字的话呢 我是不是根据一个 scheme name 啊 也就是我前面这么一个 scheme name 就是你获取到的一个英雄 他对应的一个列表 对吧 那么列表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根据列表的索引去取值 对吧 在这里的话呢 因为在当前这么一个嵌套的循环下 他是从一开始的 对吧 他是从一开始的 所以说我我想从前面这个里面去取值的话呢 在这里啊 我要指定他的索引 通过 scheme name 减一 因为他是从一开始的嘛 但是列表的索引他是从零开始的 他们之间相差了一个数字 相差了一个一啊 前面的话他加了一个一后面我是不是要减一 才能够取到他正确的对应的一个索引 是吧 后面呢 后面我加上他的一个尾罪 尾罪的话就是点上一个 JPG 那他的尾罪都是 JPG的一个图片 是吧 这是我指定图片的文件名字 好 第二个才是model model的话呢是指定他写入的方式 因为那是图片数据 所以说我们要使用WB的方式进行一个写入 是吧 好 继续往后面走呢 我as一个F文件对象 然后呢 通过F点上一个read的方法去写入 我想要的一些数据 我想要的就是我刚刚请求到的图片数据 这就是我刚刚请求到的图片数据 并且来说呢在这里啊 我可以去通过print 我可以去输出一下 比如说正在下载皮肤 正在下载皮肤 呃皮肤 啊 具体来说下载哪一个皮肤呢 我还是给他输出一下吧 比如说呢在这里啊 我我可以可以通过这个名字 把它直接提取到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 也就是说呢 我要把这个文件的名字 呃 当前就是c name 表示英雄名字 skin name 表示皮肤的名字 对啊 这是我们在这里啊 写的一点点一个文件的保存 其实文件保存呢 其实是固定写法啊 那么在这里你右键点击运行 啊 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效果 呃 这里 卡了吗 你描一下 再运行一下吧 哎 关于这里也没有保存图片 但是也没报错 这是什么情况是我网卡了吗 啊 现在在下了 我操现在在下了啊 哦 可能我讲是房网有点卡吧 好吧 然后呢 现在你就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效果啊 已经下载了几张皮肤 这个速度不应该这么慢 我看一下当前这个项目下面 但是这个速度太可观了吧 啊 啊 可以看一下 当前呢 我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我看一下有没有数据啊 这个就是我刚刚现在刚刚下载的一些图片 对吧 现在下载到了这个墨子啊 墨子和平和平守望 对吧 嗯 只不过这个速度 不可能这么慢 这个速度怎么那么慢 之前的话是没有那么慢的啊 可能咱们讲是房的这个网络有点卡吧 啊 因为又在做直播 对吧 啊 还在现在还在做项目 啊 之前的话是完全没有那么慢的 现在速度又快了一点 对 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这么案例的一个效果吧 好吧 啊 然后呢 哎 这里有一位新学员啊 啊 来 恭喜一下 咱们这位卓同学通过腾讯课堂支付学费200元 预定咱们9月14号新班课审 并且获得教师节优惠活动礼报一份啊 啊 来咱们恭喜一下啊 这位同学啊 成功的加入到咱们青春教育VIP的一个课审 啊 享受到咱们老师提供的一些课审服 啊 你们可以做同学了 你们可以做同学了啊 呃 教师节的优惠是昨天的一个优惠活动 再次呢 在这里啊 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 呃 像现在这个活动呢 仅仅是两天吧 对吧 就这两天时的一个时间 啊 教师节的优惠活动 呃 到9月11号看到没有 2020年9月9号到9月11号 也就是说今天是我们教师节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 同学们你可以去看一下啊 首先呢 第一个 你报名咱们课程 啊 你可以获取到我们课程的一些优惠券 啊 那么这个优惠券呢 需要加上我们的清风老师 这个是咱们青灯教育清风老师的微信二维码 啊 大家可以扫码添加一下 啊 包括这些活动的优惠 都是找我们清风老师去获取的 啊 包括如果说啊 我讲的今天下午这个案例 有不懂的同学 或者说有疑问的同学 你课后找不到我了 你可以找到咱们的清风老师 啊 你可以找到清风老师 呃 我想学多线程和程序界面规划 做网站注册机用 啊 呃 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我们进阶课程是有交的 啊 在我们进阶课程有交的 在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一个课程大纲 首先呢 在这里 我们课程大纲的一个进阶部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会教什么呢 会教Python的一个高级开发的课程 主要是学习到Python语法的高级用法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面向对象编程 函数是编程 以及呢 多任务编程啊 多任务必发编程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多进程多线程协程 还有呢 像Python的三大神器装饰器 生成器 以及迭代器 包括你说的啊 一个界面化工具 在我们Python高级开发阶段 会教什么界面化工具呢 会教TakeInner 如果说你需要做一个注册机的话呢 这个TakeInner这个工具是完全能够 符合你的需求的 啊 完全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啊 高级开发教了多线程和TakeInner 对啊 啊 想学 啊想学的话呢 如果说你对于咱们课程感兴趣的话 我推荐你可以加上我们左上角 咱们清风老师的微信二维码啊 可以去跟清风老师去沟通一下 你像我们课程的话呢 其实除了高级开发之外 我们还会教什么 我们第一个 我们会教简单的一个基础 基础一方 那么基础一方呢 其实就包括我们像变量 对吧 像数据类型 数据容器 数据的分支结构等等 都会去教啊 都会去教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 并且来说我们每一个课程阶段 都会教大家首先会学习Python的基本语法 我们整个课程呢 它是面向零基础开始教学的 包括啊 我们老师每一期啊都会接触到一批一批的零基础学员 所以说呢我们老师啊对这些零基础学员是特别有经验的啊 特别有经验的 这是前面两个部分吧 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我们Python课程 像Python课程呢 其实涵盖的知识点 涵盖的内容都非常多啊 涵盖内容都非常多 啊在这里的话呢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通用Python 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教大家学习一道Python的一些基础知识 比如说像一些http协议 像开发者工具的一个使用 对吧 包括Clanium在这个阶段都会选 以及一些常见的反扒 咱们该怎么处理 比如说呃 构建自己的ip池 构建自己的cookie池等等啊 我是想找工作的啊 这个找工作其实 我们今天教育啊 它是一个职业化的培训机构 我们教的知识呢 它现在都是目前市面上 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点 啊你学完之后啊 你可以直接面向就业啊 你可以直接面向就业 包括咱们往期学员 学完之后呢 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啊 老师会帮助大家 比如说帮你修改简历 对吧 呃 比如说帮你做什么呢 帮你跟如何与我们的HR 以及面试关系沟通会教你 这个是在我们面试特训班当中 会讲的一些东西啊 所以说你学完之后啊 在你的就业当中 包括你的技术方面 都是由老师给你提供支持的啊 给你提供支持的啊 换IP这个可以对接宽带拨号吗 呃这个IP啊 对接宽带拨号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的 只不过呢你对你的IP的质量要高 你像现在啊 你像现在啊 你像现在IP 如果说你质量不高的话 你拨号 你拨过几分 拨过十几分钟都拨不成功 你还用吗 啊 对吧 比如说这个IP的话 其实还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些 个人一个实名IP 然后做一个VPS拨号 啊 这个VPS个人的一个实名拨号呢 其实就代表当前 这是你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IP 像如果说你做爬存的话 其实 嗯 作为爬存护签师啊 其实大概就三十个左右的代理就够了 啊 如果说你想做大规模采集 数据量比较大的话呢 可能要求你的IP比较多 像你平常的话呢 基本上你有二三十个代理IP 其实就够了 对 可以用IP代理词啊 IP代理词是在我们爬存课程呢 会教大家使用到一个flask框架啊 搭建自己的IP代理词啊 以及我们爬存课程的第二部分是我们这个框架 框架框架呢 其实啊 scribe框架我们是会主要去教学的 关于这个框架呢 其实还是首先推荐大家去学习的 因为像现在啊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爬存工程师 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啊 往往的都是使用框架进行爬存项目的开发 啊 一般来说用request的用的非常少啊 用的非常少 因为在工作当中啊 往往都是做一些大规模的数据采集 是吧 那么这个scribe框架其实学习起来的成本 相对于request是要高的 因为那我们学一个框架 我们有我们要学原理啊 我们还要学怎么使用它对吧 以及遇到的一些功能该该怎么处理 对不对 所以说呢这个框架学习的成本 比request是要高的 但是没关系 咱们这个爬存课程的scribe框架部分呢 会从入门到深入一步一步的去教啊 至于说下面这些详细的这些知识点 我也不一一给大家去讲述了 是吧 关于我们这个课程大纲的图片 如果说你想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放大其实看的也不太全 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咱们 技能教育 vip课程大纲呢 会教什么东西 那么你可以找到我们清风老师 免费的获取一下咱们课程大纲的原图 以及第三部分是我们反反爬的一个提升 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教大家怎么过一些印证码 像你刚刚同学们讨论的图片印证码 图片印证码呢 我们可以使用OCR识别 也可以使用对机达码平台 后面呢 关于滑动印证 滑动印证呢 其实最难的就是做极验印证 关于极验印证码 我们这边有一个案例啊 主要是把那个极验印证的一个 缺口的一个位置找出来 然后呢 构建出一个算法轨迹 去模拟人去滑动我们这个滑动印证码 还有关于手机客户端 APP数据抓包获取 还有关于字体反爬等等 这些资料呢 还有GIS解密 这些都是在我们课程当中会教大家的 谁在骂我 这个是咱们这个爬送课程 第四部分是我们的数据分析课程 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教大家分析数据 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 你像第一部分啊 使用到浪派 以及Pandas 进行数据建模和数据处理 第二部分呢 是数据清洗 主要是清理出一些张数据 帮助你啊 在你分析数据的时候 可以确保你数据分析的一个准确性 第三部分是我们数据可视化 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可以把数据转换成图表 你可以在图 你可以看一张图片 可以通过图片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数据的一个走向 对不对 那么我们数据分析课程呢 主要是啊 教大家分析数据 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 像现在其实很多做电商的 是吧 做一些股票贸易的 量化贸易的 还有呢 做一些外贸的等等 这些企业呢 往往需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数据分析 从而帮助他做出一个正确的行业判断 对不对 详细了 要学的好读啊 这个不多 为什么说是职业化培训呢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教的东西非常多啊 所以说才能够让同学们学完之后 可以直接面向就业 以及我们最后一部分是我们 Python的全占课程 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教大家怎么去建设网站 建设网站 那么我们网站啊 其实每一个网站都是我们程序员 我们马农啊 一个一个去敲出来的 对 你看网站可能啊 你平常看到的网站 你实施一个建议化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都是每一个程序员在背后默默的 不断的在付出 对吧 为了整个的一个项目运行啊 每天还要在机房 可能还要随时监看 查看日志 怕生怕这个网站被攻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个网站建设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网站建设分为前端开发 以及后端开发 你像前端开发的话呢 主要是涉及什么呀 前端页面的一个交互 跟谁交互啊 跟我们用户去交互 你前端页面讲什么样子 是由前端工程师去写出来的 比如说 你当前看到的这么一个前端 他长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我们前端工程师 码代码 把它码出来的 以及我们后端开发 后端开发呢 主要是涉及到代码逻辑功能的实现 怎么去实现的呢 比如说啊 你的一个数据库查询事件 你要在数据库当中去查询数据 然后呢 查询出来的数据要返回在我们前端页面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后端程式员需要去做的事情 他呢 需要写很多的一些接口 每一个接口对应的一个功能 你像现在你在页面当中 比如说你点击任何一个按钮 他是不是都会跳转网页 其实这个跳转网页这么一个功能 也是我们程序员啊 通过写出来的接口去实现的 不然的话他根本无法跳转到 不知道跳转到哪一个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是 关于网站建设分为前端开发跟后端开发 这个我打开了直播吧 这是我们前端端开发的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全端开发 其实前端跟后端交互开发 一起开发的那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你学完之后 可以建设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网站 这是完全可以的 这个是咱们清登教育 VIP课程大纲的所有知识点 如果说同学们 对于咱们这个课程内容 感兴趣 想跟着老师系统性学习的话 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找清风老师呢 你可以跟清风老师去咨询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包括你现在找到清风老师去报名的话呢 主要是怎么呢 主要是有一些优惠活动 比如说呢 在这里 你现在报名的话 有一个教授节的优惠活动 现在报名 立马就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券的减免 优惠券的减免 然后呢 往下面去走 现在报名的话呢 还有一些课程的额外赠送 关于课程来说的话呢 我们会赠送一些 比如说第一个 面试特训班的精品课程 价值688 Diango Flask 框架开发的精品课程 价值518 以及呢 会赠送给你两年的超长的学习权限卡 对吧 超长学习权限卡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新能教育啊 教师节的一个活动 如果说呢 你现在报名的话呢 你可以马上找到清风老师 首先获取到我们活动的一个优惠券 这个优惠券啊 可以直接减免你的学费 直接减免你的学费 对吧 然后呢 继续往后面走 还有关于一些额外课程的一些证损 所以说呢 有需要这些优惠的话呢 也是需要找到我们清风老师才有的这些优惠 包括你 如果说我讲的下午的这个案例 如果说你有问题不懂的话呢 你可以找清风老师 对吧 这里有一个宝券 宝券的话呢 它是使了一个 远程主机强迫关闭了一个现有的链接 那么这个宝券其实代码前面 我运行到这里之后呢 它有一个宝券 那么这个宝券呢 实际上是大概率猜测出来 是服务器把你给识别了 服务器把你给识别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要做一个什么呢 你每排一段数据你尽可能的要换IP 一旦你的IP 对吧 比如说你当前这个电脑IP 你在一秒钟之内 你请求了几十次 你觉得这是人类的正常请求吗 不是吧 所以说啊 你每请求一个URL地址 你换一个IP 那么它是不是就无存查起 因为你换IP就意味着换了一个用户 对不对 那么关于IP怎么搭建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也是会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的 比如说我们爬送课程 会教大家搭建自己的代理IP时 可以使用代理IP去请求一些页面数据 是吧 这个是咱们的清单教育的VIP课程 同时呢 咱们清单教育呢 其实有下午的公开课 以及晚上的公开课 那么下午和晚上的公开课呢 其实涉及到的一些侧重点是不同的 像我们下午主要是讲金属的课程 讲的多一点 晚上的课程呢 给大家看一下咱们晚上具体来说会讲什么课程 这个呢 是咱们今天晚上 有我们马克老师会讲的一个课题 拍摄实现影视视频的一个下载 其实呢 很多同学其实没有VIP 对不对 包括爱奇艺 对吧 腾讯的VIP没有 但是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现成的接口 把这些VIP视频数据 把它给爬取下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一些VIP的资源了 这个是我们晚上的公开课 欢迎同学们持续关注咱们清真教育 这么一个公开课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想问一下 对于咱们这个VIP的这个课程 以及呢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问一下 好吧 朋友们 有问题可以问一下啊 包括我今天讲的这个代码 这个发送网络请求 看一下数据吧 3.7和3.6哪个好用一点 最稳定的最好用的是3.6 这是我们爬到的这些数据 这些图片来说的话呢 都可以正常的光光看啊 都可以正常看这个图片 最后一字的最后一字的 是在这些图片或是什么 好吗 有问题 好